各位听众早晨,欢迎又到我们《猫去早晨》的时间,第二节 首先这里有我们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有我们仍然都在香港的,亦都和社长在香港的许刘山 大家好 有我们纽细兰的伊德太阳 大家好,各位早晨 有我们澳洲的珍比斯 大家好,早晨 大家好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妨分享和like 没按订阅的话,可以按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免费的 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以撞到我们中立理性和和平的声音 好了,延续上一节先 许刘山继续讲一下他这个旺角黑夜狂斌的见闻 刚才都说了,天文台很多,所以大家要举机拍照 真的要相当小心,他们都比较眼尼 我再在旺角走走走走的时候,尼敦道封了 所以近乎没有巴士进去 你不要说巴士,私家车都很少进去 因为他们设定了路障之类 不好意思,我看新闻说有个巴士中了催淚弹 他好像不在尼敦道 这个又不是很清楚 因为他去的时候,车辆比较少 很多人都站在石坡 还有,那些暴徒呢 他们也有差不多一个 天文台也有差不多一个专业 拿一些夜视的望远镜 很多都不便宜 这么小,要夜视的望远镜 我想大概2000多港元才能买到一部 因为我以前也想买 但我都不舍得买 买来玩一下 买来玩 就是好像Wall Game的时候 有时候想玩夜晚的 夜晚打 夜晚打的作战 所以有时候这些望远镜都想买 哇,再走下去 这个叫做太子 就开始没有那群暴徒在住宅 站在石坡做天文台 开始就多了一点市民 昨天社长也说过 香港人是否开始习惯了这种常态 你发现可能真的 有些人就开始很认真地站在巴士站 在那里 嘗試一下,等下没有巴士 可以转出来 可以让你坐下 但是看到那些市民也不会有什么埋怨 有些远痕的眼神也没有 大家看着手机apps 但是手机apps 即是狗巴的手机apps 都会写着说 因为有公众活动的问题 所以现在不能够显示到那个班次 究竟做了多久才到 大家都默默站在那里等 究竟是否已经习惯了呢 我真的很想习惯了 这么平静 你有没有跟那些徒人聊天 我看到一个很努力在那里 因为我的手机没有了狗巴的apps 所以我问你可不可以帮我看看 这一格会不会来 因为我想试试一下 会不会乘搭巴士 然后说没有的 看不到的 然后好像很热心 让我看 再走下去 我想摘的士都不行 去到太子深水埗 不如摘的士 看到人下车的时候 那些司机很奇怪 有大概四至五步 我打算尝试摘的士 因为看到的士下车 下车后 那些司机不升起那只旗 即是不升回去 等红色可以上车 他继续掩着走 我心想咦 不是这么猛啊 我看不到有人 继续掩着旗 你们那个出的叫什么 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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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他们怕暴徒上车 可能是 我都想了一会 为什么呢 我又不像暴徒 为什么不让我上车 不是说有些网图 自己乘搭巴士的吗 是不是那些来的 那些旅游巴 我不知道 那些网图的主持 不知道去哪 所以想跟他们求救 安全屋 对 他们的安全屋在哪 不知道 他昨天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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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陆许 不好意思 继续 我差不多要走到 接近荔枝国语深水埗交界 那里才 刚好看到 咦 有个巴士 又正好路 我就冲上去 乘搭到酒店附近 下车 慢慢走回酒店 感受一下那种气氛 那总算是 原来 那帮暴徒 那样把握到尼敦道 搞到一摩谱 都更常算有些 公共交通工具 可以搭一下 都算是这样 所以见九八个服务 大致上看到这里 社长有没有补充 看到这个情况 没有啊 其实我的WiFi有点疾 好像呢 因为现在的人都不是 在酒店那里 都躲在那里 不敢出去 我现在住的那间酒店 是个铁闸都落 就是 它有三个铁闸 差不多落了 要捐铁闸底 入酒店 其实很突然害怕 就是这个情况 是不是逼你在酒店吃早餐 我不知道啊 出去都没有 很少东西开 就是 现在香港有一个 本来这么方便的城市 变成到现在今天 其实都是那些暴徒一手造成 大家不要听那些暴徒说 什么政府搞出来的 政府哪有搞啊 政府什么都没有做 政府是台政的 什么都没有做都被你舔 是不是 神經病 他们做成 你看到很多地方 你看到很多地方 他们装修完 就是被打破玻璃那些 我走过去屯面的VCity 很多地方才是被打破玻璃 然后我拍摄那些 装了那些板 那些是什么 是钢板来的 木板都不敢用 因为木板怕你们被你撬开 然后进去 要把钢板都被撬开 那之后呢 就磨了 磨了 磨到那个头 是你撬不出来的 用angle grinder磨到头 跟旁边是一样 你看不到 其实很厉害 真的 就是为了要防他们 就是要用到钢板 要用这样的方法 我还想 咦 走来走去都没有进口 原来爆炸到爆炸到 直接要去VCity 一些很难的地方才能去到 那些朋友在附近拿东西 我朋友说 喂 那些麦标被那些暴徒拆了 所以是跑不了车 就是你不能拍街 所以唯有要去VCity 然后再走出来找我 还有一样东西 我都不记得了说 就是 其实 我不知道香港的装修有没有用 这种 product 其实是有用的 如果装钢板 因为我自己也装过 就是装钢板 如果你装螺丝 还有一个Nutch 就是一个施帽 其实是可以 有两个做法 你可以砍死那粒 施帽 那些人就叫不开 如果 如果砍不到 其实是有一只胶垂 可以黏住 那一黏下去 它一看 就是一黏下去 就很确实 那些 那些 蝗蟲蟑螂 暴徒 都不可以把它拧开 其实现在 有些人 我看到他们尝试 就是尊重叫鎖 就是 你是鎖 他就有办法叫得到 好像带鑽去 昨天 我看到的 是啊 有人带鑽去 那快就变成了 很多地方已经伤了银板 就是我走到深水埗 政府合处 它有些位置 我猜它应该放弃了 短时间之内 都不会换玻璃 例如去到VCity 那些 最好笑他们 有些位置 整层楼都这么高 那些玻璃 就是已经是打爆了 不见了 他旁边 刚刚就是他们的屋苑 叫龙门 屯门 都算是一个顶级豪宅的 入口 这类是住宅 然后有个圆圈 打得到横 叫你不要打我 这都没关系 是啊 看好 看就够力的 其实如果看死 那些银板看死是OK的 但是看是难做的 那个程序 没那么简单 所以 用 打败一块 跟着再双这个螺丝丝帽 其实是OK的 就是大家可以 就是如果真的 听我们节目 有做这方面的朋友 可以试一试用那只胶水 那只胶水 如果你要知道名字 你可以PM我们 我可以告诉你 是用什么胶水贴 不过不知香港是否可以买 是类似的 不过就是 它一贴了就拎不开 是很实的 电章拎不开 你看香港现在多惨 我们做节目 社长我们好像在做那些 叫什么 中文叫什么 叫做 建筑物的 外场 刚才你说 吃早餐 就是想起 我无自由 失自由 伤心 就是伤心痛心眼 我想社长没做 走一走 很惨 但是香港人 又不是走错路 差错步 哎 其实我觉得真的 就是走错路 差错步 其实我觉得是那帮暴徒 其实他们很快 可能会在监仓里面唱这首歌 如果他们再是这样搞的话 是 我跟社长的看法都近似 其实少了人 但是零星那帮人 他们的破坏力 更加 有些 尖沙咀围攻防部队和警察 你看到很多都是市民 怎么说呢 不是最好打的那批 所以那批 除了一帮打得很厉害的暴徒之外 还有一批是 支柔碟 让自己都瘋了一份的人 下场拿把枝 不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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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不是拿棍 就是拿把枝 就是业余分子 对 业余 可以这么说 而且被人煽动出来 但是这些是什么 我又看到相机 这些 傻什么吃什么什么的人 差点说了 傻什么吃雪批的人 其实是一个不相机的人 对于很多大律师来说 捉了他们就有钱收 十万元堂 其实你看到这些人 可能是几十万在那儿 一个人几十万 他看到是几十万在那儿 这些多数都是比较弱 认真地说比较弱 就是被人捉到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那这些就是什么 又是一个黄色经济圈的一圈 一玩 对不起 所以有些听众说 好像这两节没有那么好笑 其实看到这个情况 都很抱歉 笑中有泪 就算你叫我笑 都想不到什么笑话 笑不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做得这么严肃 严谨 就是笑不出的 笑都可以 只可以笑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行为是很可笑的 但是 当然也有些别有用心的人 我们笑他们都不行 有时笑他们的话 就会触碰到某一些 比较敏感的问题 神经一跳起 那个神经又不是一定不会跳起 它是选择性地跳的 有些人 就是按针是选择性地跳的 是 是 嘩 我们笑三十九个 三十九个国人 现在证明了很多不是 要不要向我们道歉 你妈妈 真的 其实我跟大家说 如果真的了解中国的人 一定不会觉得那三十九个人是中国人 尤其是近十年都了解中国的人 其实他们那帮王族是很可笑的 又说中国那么好 为什么那些人总要偷到 没有啊 我都说不是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很有信心了 其实根本就肯定不是唐人 如果一个美团小哥 在北京 由早到晚 是辛苦的 但是他可以有万多元收入 一个山东佬 不是山东佬 不是山东佬 一个东北佬 他可以买一架福士的帕萨特 帕萨特 开滴滴 可以月入有六万人民币 那谁会偷渡呢 是吗 还有三十万 其实真的做到很多东西 很舒服的生活 如果是可以 是啊 所以其实说我们内地网友很深水清 我们说三十九个都是中国人 他们都笑了出来 不是的话 我想他们说这些人没有傻的 那么浇灌 三万磅 三十万港元 差不多 就是这样 其实做到很多东西 去大陆的话 和学买一部大众 做下司机 其实都找到食 就是辛苦的 做美全小哥 做快递小哥 是辛苦的 但是 就是其实他们很多人是做几年辛苦钱 之后再回乡下 买楼 买楼 做些少生意 其实因为他们的社会是见到希望 就是你辛苦几年 十年八年 是真的 就是叫做 存到少少钱 就是从大城市去回乡下 叫做 那些舒适一点生活 有盆生意仔 开间司多仔 都ok的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不过现在大陆就是 其实都是另类的小角行 不过他们的area大了 反而香港 是面对其他所有世界上的大城市的问题 就是人口过多 你在城市就很难生活 加拿大都是这样的 其实 所以很多人都是 慢慢慢慢搬去其他城市住 我认识过 我以前去旅行都见过有几个 我认识过去旅行都说 我们在Ontario、Toronto住 不过 我们认识过去旅行都很难生活 所以过去旅行都住 是有的 你的社会 你的 你的可以活动的area 大才会昏迷了压力出去 就是那个福地论 所以就是 为什么要搞大湾区 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大湾区不是击大陆的 有一个误区就是 那些人经常说 大湾区是益大陆人 不是 大湾区是共赢的 而且主要是帮香港人的 其实如果香港人可以把整个大湾区 变成自己活动的地方 香港不用那么惨 现在的情况 你可以到处移 但是那些暴动的那些人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说 我们是香港人 我们是香港人 我们不愿意降低階 他们是这样想的 应该趕我走 这里是我家 他们用了英国人教他们 英国人留得低在香港最深的那一套 其实就是 街一级 香港人是高一级的 我不会降低我自己一级 英国人说 你香港人 去英联邦国家那里住 不要来这里住 到现在这一刻都是这样 我们上次说了 没约束力的议案 要求有BNO的人去英联邦国家住 英国人到这一刻都是这样 保守阶级 而且昨晚我走经太子重的时候 我都看到有个小小的脆弱 那我走经又站在那里 又装一下 我们稍后又会摆回这幅图 我看看制品有什么 我看一看的时候 旁边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少女 听着Airport在听歌 我站在那里 昨晚的太子重也不算很多人 不算很香房 没人烧元宝 不知去了哪里 应该收到风 可能会打 所以没有人在那里摺元宝 收起了 收起了些东西 还有个瘋子 也算是瘋子 有个傻子 站在那里 还有一个天文台 在那里守着太子重 拿着啤酒 在那里喝一下 我站在那里 撞着香 死了很多人 这里 我听着耳朵 就看着她 接着我扮好像不太明白 接着有些鬼佬在那里 在那里看 你怎么鬼 有个女似道友 跟那些鬼佬在聊 接着拿着啤酒 涌一下 他说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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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here 其實我可能不是什麼,輩一下輩一下,可能是基督上身 大家要看台灣,七爺八爺,即是他們叫黑白無常,有個廟去喝了啤酒 可能是八爺上身說,幫一下制一下,他們好什麼的 其實可能是黑白無常上身,叫你,誒,那裡有冤魂,幫忙吧 然後好笑,神經病,生不生了 然後那個少女傻傻傻傻傻傻,聽到那個瘋子跟我說我不理她 她跟那個少女說,裝著香啊,死了很多人,那個少女想一想 一邊聽到Airport在那裡裝我,誒,那些人裝完這支香之後 是不是真的會相信這裡是死人呢? 哎,總之這個社會真的很多事情要修復 那種階級,其實就算到目前為止,其實英國人也害了自己 其實這次脫偶,他們都是麻煩的,還有我想補充一些 就是有人罵習主席說他討氣,大家看看國慶十周年 是有外賣小哥和快遞小哥那些,我看到那些蝗蟲笑的習主席 他說,哇,你看這些人,你看看多討氣,錯了,這個,這個,這個,真的錯了,寫一張你講 戴頭盔值得尊敬的黑衣人,只有美團小哥而已 你老美,你老美,你真是,你知不知道 戴頭盔值得這麼說,真是,真是,不好意思 什麼叫美團小哥,我比較孤立話 送外賣的事,送外賣的事 你有沒有買過嗎?在內地,在內地可以用apps訂外賣,美團可以送到你來酒店 你在酒店下面,約他就可以了,他就會送來酒店,很棒的,是啊,很方便的 我明白的,我明白的,送到哪裡來都可以 這邊都開始有這種服務,這邊已經有這種服務 有些人開了這種服務,慢慢慢慢 是拿起了這邊的唐人食肆去做這些的,我記得這個美團這個擺 還是什麼,skip啊,這些 台灣就用foodpanda,台灣也用foodpanda 是啊,內地的黃藍之爭,消費者有益的,但是,哎呀,香港就沒有益了 哈哈哈哈,其實他,你先說 其實那些是完全看不明白內地的那一套 其實習主席是無比這麼貼地的,因為他知道 一班美團小哥,外賣小哥和快递小哥 其實是在這個中國的經濟是很大 其實他們貢獻了很多就業率的 其實如果說說,港式做宣傳 這個行為,就是把美團小哥擺在這個國內 其實內地國人是很感動的,他們完全不知道 他們說,這些人這麼討厭,這些人多討厭,不懂事 你看看英國人 他是要找一些最底層的基層的市民 踩上去最高的位置 最明顯,最大家看到的位置 這個是一種尊重 不單止是尊重 這一種是最高級的政治玩法 Donald Trump為什麼會贏? 因為Donald Trump當天他站在白人工人階級拿票回來 他能夠贏希拉利也是這樣 他是代表了白人工人勤狠的階級 雖然他不是 他是用這個辦法去拿票回來的 而希拉利只是留守在自己的紐約的大城市 以為自己贏硬 是老蕭那群人認為他是新自由主義 厲害,講階級的人贏 新左派 其實不是 這群人是為左派 因為他們不是站在工人階級那邊 他們只是一把嘴巴 Donald Trump甚至說 哪裏打風 他是親自走過去那裡見 而希拉利不肯見 他說那群人不會投票 Donald Trump是去農民等等那些地方拿票 最高級的政治玩法就是 永遠都是去照顧弱勢的人 去看看弱勢的人是真是多麼辛苦 而不是空港一群口號 又說 時代革命光復香港自由民主 老蕭那套 我們的尊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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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尊嚴就去台灣 罵完了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還有最後一句 我們那張圖 我要抗議 有人弄著一個早晨加油 有兩堆屎 站在那裡 很對不起 我們幫他早晨是屎 是啊 我們幫他早晨是屎 沒有關係的 真是早晨加油 早晨兄弟 兩堆屎的圖 絕對和我們幫他早晨是無關的 好 那我只會見大家 好 拜拜 拜拜